在原住民生活中 隱藏著許多野生植物 融入生活的各種方式 除了將植物製作成器皿外 花花草草工作坊打破舊思維 將植物穿上身 展現了花草的魅力 我們也想用我們自己的力量 把它變成屬於 我們花花草草的一種商品 從發想到實現並不簡單 受夠專業美術教育的許奈 突破傳統的思維 發揮他的創意 賦予野菜時尚的舞台 這款呢就是 阿美族最具代表的料理 出國絕對會得金牌回來的刺蔥 那這個呢 我用了我的一些創作 簡約加上一些時尚的感覺 他們的雞蛋花的月桃葉 可以包一些飯包之類的 除了美麗 還好吃食用 將野菜製作成彩繪俯飾 以文創方式來創造野菜的 全新價值 同時在使用野菜的踏查過程中 也重新找回了思傳的語言 就從這個製作當中 知道藤心 他的母語 製作過程當中的 一些有思傳的 其實他非常非常的細膩的地方 所以原住民文化為什麼會思傳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然後把它找回來 花花草草的咖啡小店 兩位充滿文創想法的創作者 透過阿美族的野菜文化 將野菜轉換成文創商品 打破舊思維 讓野菜變得時尚 簡約 且更精緻的走在時代的潮流上 原室新聞 和魯奧華聯封兵採訪報導 然後再用一些 那些小店的 vessure